還有兩件演戲給恩恩爸爸聽的假案件 這些都是張姓黃友故意扭曲的事實 正面槓上前同事代表消防局案鈴提告 因為離職消防員爆料 為了讓恩恩爸爸聽錄音 六月六號當天 勤務中心裡面的忙碌狀況 都是局內往內互打 一切都是嫁 強調為了還原當天情況才會重建現場 只是拿新北市確診數來看 四月十四號恩恩媽媽報案當天 新北市有360位確診者 但恩恩爸爸六月六號聽取錄音檔時 卻有七千多人染疫 按照比率推算 確診數量差了二十倍 報案電話應該更多 為什麼要全局總動員 位照鏡線量暴增情況 那過程中 我們為了還原疫情期間 119鏡線量暴增忙碌的狀況 恩恩爸爸到119的時候 我們呈現出話物競線 119電話響起馬上接通 這是台北市消防局請募中心 接受民眾報案異常忙碌 但錄音檔裡面 真的會錄到其他案件內容嗎 你說要完整的去聽到 其他人的個資 這部分應該很難 真的很難 現在的電話都那麼先進 消防局和爆料者各說各話 最後還是交由司法還原真相 但是爭議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反而掀起更多輿論話題 經營新聞 趙愛姐王一軒 採訪報導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